马上要拍婚纱照了嘛 然后之前头发是黄色的 我想把它染得深一点 然后来这家店呢 是因为我之前来过 想的是一个比较深的颜色 就是灰棕嘛 如果就染发的时候灰棕 就是一个比较 可能拍婚纱比较合适的 那种深一点的颜色 杭州西湖区每月南路上 有一家铁碱祖师造型理发店 吴女士说 之前在这里染过头发 这次花了600多块钱 想染一个深色的头发 她拿出一张照片 说这是想要的染发颜色 不过现在头发的颜色 和照片有一定差距 染完颜色后 就发现颜色 跟我想要的颜色 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颜色跟接近什么 就是蓝色 就是就很明显的蓝色嘛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 然后他们就说 这个颜色是什么 有什么他们的 这个什么潮色的原理啊 然后就搞着说 我好像不专业 但是跟我想的颜色不一样 我只是想要染出 我想的那个颜色 吴女士说 当时理发师告诉她 可以免费帮她调整 她付了钱就走了 回到家发现 眉毛上有一个疤 发现眉毛这里 就有点结痂了 然后就破了 眉毛这边是怎么的 漂色的时候 就是为了就好看嘛 然后就一般都会把头发 跟眉毛做一个同色系 就椰染一下 然后完了回家 我就发现破了 去了医院的话 就是说是过敏性皮炎嘛 就是皮破了这样子 然后再然后就是发现 头上也有特别多的那种疤 就是也是属于灼伤类型的那种疤 吴女士说 漂发和染发时 头皮都有一些不适 根据以往经验 她以为是正常的 就没有在意 现在她的左眉毛处 有两个疤痕 医院诊断为感染性皮炎 它没有符合我 就是要求颜色 然后它是有说 能够给我重新调 调到一个满意颜色为止 但是呢 它现在染上的颜色 跟我原先上的颜色 差别这么大 我对它们技术 已经是不放心了 再其次我现在就是 皮肤的破损 导致我不再现任这家店了 他们要是再给我做 我也不会愿意给他们做的 吴女士说 为了拍婚纱照 她还是要找其他理发店 重新染发 眉毛上的疤痕 只能靠后期修片弥补 她希望理发店 能退还染发的钱 找到杭州铁碱祖师 造型理发店 工作人员表示 店长不在 我们店长 他也是很重视这件事情 他说 只要他如果有破皮的现象 我们一定要承担责任的 他去了医院以后 我们说你多少医药费 我们来给你报销 然后他可能单子上面 医生也没配多少样 那我们都不去管他了 然后店长就交代了 他说 不管他看了多少钱 我们给他300块钱的慰问金 对于吴女士的诉求 工作人员表示 店里是责任制的 退款需要当时的理发师同意 但对方休息也不在店里 吴女士电话联系上了 店里的9号发行师 对方回应 染发前给吴女士进行过试色 第一次的颜色 吴女士不满意 第二次试色 吴女士满意后才染的 试色中头啊 是他想要的颜色 就是沉淀了以后 他色色就变浓了 浓了以后 他就会显颜色 就是有点偏差 他也同意了懒懒的颜色的 我解释一下 就是我试色的时候 是试这么一扭头发的 然后试的时候 就是膏上去以后 他会把你那个膏抹掉看一下 那肯定看到的不是蓝色 对不对 看到蓝色我肯定不同意的 那后面就是讲出来 是这个颜色的话 我觉得是 这个养膏没有调好 或者是技术上 时间的把控的问题 发行师表示 店里是没有染眉毛的服务的 因为吴女士是老顾客 她才免费帮她染了 以前也没有出现过破皮的情况 投眉毛投起来 然后我没给她擦 她说她要自己擦 自己擦因为毛巾 女孩子皮肤嫩嘛 然后她如果毛巾擦得重一点 她会有受损 受损就容易弄破了 就这样 头皮上的伤音 因为她说要一根一点点 她有些皮肤嫩嘛 她如果药水放在上面 如果就是平时有抓过干嘛 她有痘痘啊 就是稍微有点破皮的那种 发行师表示 可以给吴女士免费调色 直到她满意 吴女士不接受 把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